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 损失将难以弥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争议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篇来自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纽文新撰写的评论文章 股市改革要擅抓时机 在这篇文章中 纽文新探讨了中国股市改革的时机和策略 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复述文章的内容 然后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文章一开始 纽文新引用了一首歌来引出主题 描述了人们常常在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 才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任务未完成 通过这一比喻 他希望仅是中国的金融治理和股市改革 不要等到中小投资者彻底失望 销互离场之后 才发现该做的是没做好 也不要等到中国的优质资产被廉价买走 成为国际大鳄的囊中之物 才知道为时已晚 接下来 纽文新提到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历 韩国因为还不起外债 被迫将几乎全部优质资产卖给了华尔街 当韩国经济缓过来时 发现自己国家和政府 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和金融的掌控能力 通过这一例子 他表达了对中国股市未来 可能面临类似问题的担忧 文章指出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 A股市场拥有超过两亿散户投资者 但市场传言称 真正活跃的账户只有5000万个 这个数据的真假难辨 因为没有权威机构提供权威数据 这种不透明性给了一些不良行为者可乘之机 散布股民大量消互的言论 制造市场恐慌 纽文新认为 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三种情况 一是投资者在股市中受损后 报复时宣泄负面情绪 二是境外恶意势力借题发挥 吸收低价筹码 三是做空者刻意营造有利于空投的市场氛围 文章强调 无论哪种情况 管理者都不应视若无睹 因为事物发展总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如果无视量变 等到质变发生后再去治理 代价巨大 本文指出 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 并投入了大量资金 股市交易量依然在萎缩 这可能是投资者信心缺失所致 纽文新认为 股市改革的关键因素在于信心和投资者素质 他警告 不应把中小投资者当成韭菜来收割 更不能让资本流动性被频繁交易和做空行为所侵蚀 中小投资者是中国股市资本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 忽视他们的权益保障 只会导致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少 从而影响市场健康发展 文章最后再次提醒管理者 不要等到中小投资者和他们携带的资本流动性 彻底离开市场后 再试图让他们回来 那时已经为时已晚 证券监管者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时 首先让我们从市场透明度的角度出发 文章指出市场的不透明性 给一些不良行为者提供了机会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市场透明度的缺失 不仅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因此提高市场透明度 发布权威数据 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问题 中小投资者是股市的基石 他们的存在和活跃度 直接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忽视他们的权益 任由高频交易和做空行为侵蚀 只会导致市场的健康度下降 因此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提升他们的投资素质 是股市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全球视角来看 韩国的例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 因为被迫卖掉优质资产 而失去了对经济的掌控权 这对于中国有很强的现实警示意义 中国需要在吸引外资和保护本国 优质资产之间取得平衡 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监管者的责任 纽文新在文章中多次强调 管理者不能视若无睹 必须及时采取措施 这是非常正确的 监管者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动态 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避免小问题积累成为大危机 总的来说 纽文新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 中国股市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通过引用韩国的例子 他提醒我们不要等到问题 变得难以挽回时再采取行动 同时文章强调了市场透明度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和监管者责任的重要性 为中国股市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争议 特别节目 希望这些分析和评论 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股市改革如同大雨之水 顺势而为 而非一味堵截 纽文新说得好 股市改革要抓时机 否则中小投资者彻底失望 市场流动性枯竭 这不是危言耸听 看看韩国 他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卖掉优质资产 结果整个国家被华尔街掏空 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股市改革刻不容缓 哎呦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中国股市 明天就要崩盘一样 别忘了 中国股市有着两亿以上的散户 即使活跃账户只有五千万 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你说要抓时机 那时机是什么时候 股市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急了反而容易出乱子 看看中国股市的历史 波动性本来就是其特性之一 何必那么急呢 谢琪琪 你这话就像是说地震来了 但我家房子没倒 没事 我们要的是未雨绸缪 而不是等到问题严重 才手忙脚乱的不久 股市流动性下降 投资者信心缺失 这些都是明显的警讯啊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 早早准备好 才能应对各种妖魔鬼怪 股市改革也是一样 不能等到妖魔 已经在市场里腥风作浪 再来收拾残局吧 楚天书 你这比喻有点夸张了吧 孙悟空的金箍棒 可是一路打妖怪到西天取经 咱们股市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 你提到的高频交易 程序交易 这些都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正常现象 不能一棒子打死 再说你说要未雨绸缪 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方案 这不就像唐僧念经 没有行动吗 我们需要的是稳扎稳打的改革 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改革大跃进 谢琪琪 你说得好 稳扎稳打非常重要 但这不是意味着 我们要等到地震来了才动手 看看历史上的大投资者 如索罗斯 他们抓住的都是细微的市场变化 中国股市目前是鱼龙混杂 而我们要做的是清理鱼塘 留下优质资产 如果我们像唐僧一样 只念经不动手 那最后可能连经都保不住 楚天书说的好像你是股市里的孙悟空似的 诚然我们需要改革 但改革不是一刀切 你提到的清理鱼塘 难道就不怕物伤好鱼吗 再者 历史上的大投资者如索罗斯 他们的成功 可不是靠一时的急功近利 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 股市改革需要的不是一场大清洗 而是精细化管理逐步优化 你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确实要关注 但绝不可以用 焚鳞而裂的方法来解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纽文新在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 呼吁中国股市改革要抓住时机 避免拖延和错误决策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用一句经典的歌词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来形象地 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忏悔情绪 意思是不要等到损失 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没有尽早采取行动 这种情景不仅仅是童年顽皮的表现 同样也反映在金融治理和股市改革中 要是等到中小投资者彻底失望 销户离场或者中国优质资产被廉价买走 成为国际资本的囊中之物后 才意识到问题 那就为时已晚了 他指出韩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因还不起外债 被迫出售了几乎全部优质资产给华尔街 结果当韩国经济缓过神来 他们发现国家和政府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和金融的控制权 这种先卖后悔的情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A股市场拥有超过两亿散户投资者 但市场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却认为真正活跃的账户只有5000万个 虽然真假难辨 但这种不透明性给了小道消息传播的机会 这些小道消息大多传播股民大量销户的言论 其目的不外乎三种 一是因为自身在股市中受损 进行报复式的负面情绪宣泄 二是境外恶意势力借机制造A股市场恐慌 以便吸收低价筹码 三是做空者刻意营造有利于空头的市场氛围 对于这些情况 管理者不能视而不见 如果忽视了问题的量变 等到质变发生后才去治理 那代价将是巨大的 当前股市交易量萎缩 即使管理层采取了多种措施 投入了大量资金仍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这是否反映了投资者信心的缺失 管理者应当自己心里有数 核心问题在于信心和投资者素质 不能把耐心资本当成韭菜 更不能把资本流动性是做韭菜 中小投资者才是真正提供资本流动性的主体 无视他们的权益保障 让高频交易 程序交易 量化交易 转融券做空等行为 肆意收割中小投资者 最终只会导致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少 这种流动性结构的变化是不健康的 市场管理者不应对此置若罔文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 那句歌词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再次成为警示 不要等到中小投资者彻底失望 携带资本流动性立场 才后悔莫及 对于证券监管者而言 这是必须避免的灾难 管理层需要抓住时机 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以保护市场的健康发展 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重建并保持市场信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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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